你要手動自己寫的話 就是說不是用錄製的 而是用自己寫VBA的方法完成 那你要該怎麼做 一般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地方 因為跨了工作表 那跨工作表 你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那個工作表 你第一個要知道 工作表的物件名稱 就是訊詞 加S 那你要指定哪一個工作表 記得可以給名稱 就是比如說這個叫國文 或者你可以給index 就是它的鎖影值 一般鎖影值是從第一個開始 然後它最後面這個 等於1到4 等於是你可以用數字 或者用文字就是它的名稱 然後加一個動作叫點slater 就是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 假設我今天先選國文 然後一樣可以for i 等於7到16 OK 7到16裡面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那個 我們這個儲存格 i i 藍 就sales i 冒兜點 然後i藍 裡面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公式 所以你可以後面先給它一個雙引號 比如說sales sales就是 我這個sales i 冒兜點什麼呢 這個i 等於什麼 先給它一個空字串吧對不對 到時候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貼過來 再去修改什麼 修改裡面的那個列號 所以這邊如果有列號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把它改成那個i 把這個i丟進來 讓它可以去變動那個列號 這個好像前面有特別講過就是 如果有雙引號 你就把它改成兩個 如果有列號 你就把它改成i 這個變數 那同樣的 那個我們還有一個l藍 然後還有那個 還有p藍 所以會有三個 那這三個的話 同樣的 你就是這樣 寫法是這樣 我這邊有寫一個 精簡版的 寫完之後類似這樣的 這個是用我們自己的邏輯寫出來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上面其實可以 或者你可以再插入一個程序 我這邊程序的名稱就是計算成績 我習慣加個底線 VBA 金錢之後的寫法 那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自己取一個名字都OK 不過它的缺點是沒辦法多選 就是說 變成說你要切換那個 像剛剛它是多選之後再做一次 可是呢 這裡的話 我們只能夠透過什麼 寫詞哪一個工作表 比如說國文 點slater 之後的話 要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7到16列 做什麼呢 唉 i 藍給它一個 後面就是這個公式 那我這個公式的話呢 可以從什麼 先給它一個雙引號碼 然後呢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把它Ctrl C 再取消 再取消一下 選取 Ctrl C 取消 然後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公式裡面 這個雙引號裡面 應該還記得吧 那我講過了 不過這個稍微麻煩一點 但是你用9的時候 反正你只要看到7就做什麼 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and 移到中間 再加個i 然後呢 and前後呢 都加什麼 空白 表示這個列號呢 我將來會因為回圈而往下跑 那其他的只要看到7 你就要怎麼樣呢 把雙引號到雙引號 按Ctrl C 只要看到7呢 你就把它蓋過去 或者將來你當然如果你沒有把握啦 你其實可以貼到記事本裡面 用取代也可以啦 7取代成那個東西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不過其實說真的這個 它非常細心 你做錯一點點東西都不行 不過邏輯上差不多啦 因為以前做過很多遍的 你如果做次數超過10遍20遍以後 你大概就熟悉了 那如果你做超過百遍的話 你應該閉著眼睛都會了 做過超過萬次的話 那應該更不會錯了 這個應該已經做了超過萬遍才對 所以我是很熟啦 但是你們這個部分 如果不熟